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书 我可不敢再建书了 借出去的书都是有借没还的 不会的 我保证会还书的 多久还呀 一个月 一年 先生 这本书我只借三天 第四天早上我一定还给您 那 好吧 宋连捧着书回到家 如饥似渴地读起来 好书 好书 写得真是太好了 我要仔仔细细地把它读完 宋连一边看书 一边做笔记 遇到难懂的地方 她就停下来 想了又想 看到有趣的地方 她又忍不住开心地笑起来 这孩子 又哭又笑的 着魔了吧 宋连看书太认真了 到了傍晚 她才看了几页 哎呀 我看得太慢了 这样下去 这书三天根本看不完啊 真不该只借三天呀 有了 我可以先抄下来 然后再慢慢地看 这真是一个好主意 宝贝 都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不睡啊 妈妈 还书的期限快要到了 我要赶紧把书抄完 这样我就可以慢慢看了 现在天气这么冷 就算没有按时去还给她 她也一定会理解的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又怎么能因为天冷 就不守信呢 就这样 宋连又埋头刷刷刷地抄写起来 天气特别寒冷 宴台里的墨汁都结了冰 宋连不得不把宴台里的冰砸碎 才能继续写字 写到后来 宋连的手指都冻得不能弯曲了 哎呀 要是能跳进温暖的被窝里去 该多好呀 不行 既然答应了别人 就一定要信守承诺 就这样 宋连抄呀抄呀 在天亮之前终于抄完了 宋连把这本书用油纸包了一层又一层 最后把它小心地揣在怀里 嘿嘿 这样宝贝叔叔一定不会被淋湿啦 宋连抱着书 冒着大雪 朝着书的主人家跑去 先生 在吗 谁呀 是我 我是来还书的 哦 原来是小宋连呀 先生 您的书 谢谢您 哈哈 你真细心 还给书穿上了衣服 嘿嘿 天上下雪 我怕书被雪淋湿了 哎 这本书这么厚 这么快你就看完了 我本来没看完 但是我答应了三天后还给您 就一定要守信用 所以我把书抄下来了 这样我就可以慢慢看啦 嗯 真是个守信用 爱学习的好孩子 以后你想看什么书 只要我有 尽管来拿就是了 很快 大家都知道了宋连不顾严寒 守信还书的故事 大家都愿意把自己的书借给宋连看 这样 宋连就有很多很多的书看了 他开心极了 就这样 宋连凭着守信和好学 学到了许许多多的知识 后来成为了原末明初 著名的文学家 我让我让你进来 您不在书看 适与瓜 词 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